小杨应聘的是小窝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在小杨和公司人士的聊天中 人士介绍公司的经营内容是帮业主找租客 租客成交后进行管理 他们收取管理费 3月19号小杨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入职确认书 不过到了4月11日他就提出了离职 小杨说3月和4月自己都没有成交的单子 本来是可以正常离职的 但在离职前发生了一些插曲 大概在4月20号公司发了3月份的工资 我的朋友另一个同事 他的薪资觉得不对 然后提出了疑问 然后公司领导的话 他没有正面的去回应我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把我们提出了群粮 后来问了人士 但是也没有跟我说因为什么原因 小杨也对自己的薪资存在疑问 他拿自己的工资条和同事比对 其中2500是底薪标准 出勤天数12天 应发1111.11元 数据240 合计时发871.11 但是在招聘的时候 人士 我和人士已经再三确认过了 是5500的基本薪资加提成和单量奖那些 小杨表示 4月21日是自己的正常休息日 4月22日 他的公司问了领导薪资问题 记者注意到 在小杨的入职确认书中 写着此合同为委托代理合同 并非劳动合同 公司向本人支付任何津贴 奖金等费用 不表明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 或劳务关系等 而在具体的合同内容中 在代理业务佣金的支付一条中提到 甲方按照基本法 向乙方支付佣金等 一项或多项代理报酬 具体发放标准 由甲方确定并予以公布 基本法指的是 他们公司自己拟的规章制度 他们也按合同约定 向小杨讲解过相关细则 建立了一个游戏进级的一个规则 就比方说我们在新进入的伙伴 我们前期会给他一定的补贴 新人这边的话 有2500的一个补贴 再加上他完成一定特定单量的话 他最高也能拿到3000的一个单量奖励 再加上他额外的一些奖励 可能砸起砸吧 他可以像1万 魏经理表示 小杨不是他们的正式员工 而是合作伙伴 小杨的收入就是按照公司所谓的基本法来发放的 我们比方说打卡等等 那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双方之间既然我们给予了这个伙伴一定的补贴 确认你今天是在的 我这个补贴才能拿到 至于小杨和人事沟通的内容 魏经理表示 如果小杨有疑问可以反映给相关部门 协议上面呢也显明了安装我们的基本法来 那么前期可能说在沟通上面有一些问题 包括刚刚他提出了就是说那个就是 跟他的领导之间有些沟通的不顺畅 那这个问题呢 刚刚这个我们反正就是说 如果他是正常的解除了我们这个和协议关系的情况下 我们该算的还是给他算的 就这一情况 记者也咨询了萧山区劳动监察北干中队 小杨表示他现在认可这份合同 只要求公司把4月该发的钱发给他 公司的魏经理表示 公司内部会先确认一下 小杨反映的跟部门领导沟通的问题是否属实 到时候给小杨一个回复 1818黄金眼期术报道 小杨反映的跟部门领导沟通的问题是否属实 小杨反映的跟部门领导沟通的问题是否属实